话说2011年12月24号凌晨6点钟 天色呀刚刚蒙蒙亮 就路人呢在经过包头市石拐区的钉子北街边时 发现这个街角啊倒着一个人 大冬天呢天寒低冬的怎么会有人睡在地上呢 路过的群众呢觉得这个情况不对劲 立即拨打电话进行报警 听到消息的警察火速出动赶往现场 等他们抵达时 这名躺在地上女人呢早已经失去了呼吸了 在这里呢老刘不得不先提上一句哈 发现死者的这个钉子北街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如果以死者发现地为中心的话 他到这个区县政府的直线距离啊 不超过200米的距离 距离使管区的中心医院也不超过100米的距离 离这个公安局啊 离这个公安局啊仅仅也只有一百米的距离 而地方税务局呢就在十几米开外的街边 也就是说呀 犯下这些案件的犯人呢 是吃了雄心 暴死胆 在这种闹事之中 杀人弃尸 警方带着惊讶和困惑呀 仔细检查了女人的遗体 这名女子的年纪啊 大概是20岁到25岁之间 脸蛋呢 长得是白白净净 哎 人呢 长得是很清纯 他身上啊 虽然没有很严重的这个致命伤 但是脸上啊 有大面积的鱼青 鼻梁骨啊 显然也被人给打折了 法爷拖下女尸 最外面套着的羽绒服 发现他呀 竟然没有穿内衣 只是简单的 穿了一件睡衣 脚上也没有穿袜子 就直接套着一双雪地靴 包头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这里到12月底啊 气温基本上就在零度一下了 脚上不穿袜子呀 是非常容易冻伤的 因此呢 警方推测呀 这名女子啊 是住在附近 而且出门匆忙 才会是这副奇怪的打扮 而当法医脱下女子身上睡衣 看到的情况更是害人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名女子明显在生前遭人 虐待殴打 许多部位皮下出血 表皮脱离 大大小小的伤痕面积 占了全身的39%以上 而这名女子的死因 也是由于长时间遭受殴打 所导致的器官衰竭 这个女人呢 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呀 为了尽快侦破这一起 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呢 警方呢 走访了附近的居民 确认了昨天晚上 他们并没有听到周边 发生打下动物的视线 警方就把这个视线呢 落在了周围不远的药店 和医院上 认为这个案件呢 有可能是被害人 在别的地方遭到凶手的殴打 他趁凶手不备逃出来 在逃命过程中想去求医 结果啊 因为伤势太重 倒在此处死去了 相信呢 只要找出女人的身份信息 这起恶性案件 就会真相大白了 但是对于2011年 这个时间点来说呀 死者身上 如果没有携带任何能够 证明身份的物品 想要查出来死者是谁 也并不简单呢 警方呢 先是调取了整个包头的 失踪人口记录 然后呢 又打印了女子的照片 张贴这个协查通报 还有在这个电视广播 和这个新闻媒体啊 也纷纷发布消息 寻找死者的亲友 和事件的知情人 那有人可能会想了 既然是在这么热闹的地段 附近的监控一定很多 死者最后是死在这条街上的 只要调取事发当晚的监控 不就可以判断死者 最开始出现在哪条街 缩小排查范围了吗 其实包头警方 早就想到这一点了 可惜的是啊 当时的这个监控的技术啊 并不先进 死者沉湿的街边呢 也没有露灯 导致那些监控探头拍摄的画面 都是一片黑暗 什么也看不清楚 监控录像呢 几乎发挥不了作用 周围医院 和药店里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 从来没有见过死者 警方仔细看查我现场 在排出一些 混淆视线信息之后 并没有发现有驾驶的线索 任何与死者有牵连的线索 好像都已经中断了 警方只能耐心的等待 知情人的出现了 因为死者面部啊 遭受过凶手的殴打 所以呢 热心群众啊 也只能勉强的判断 该死者的长相 可能是自己啊 曾经见过的某个人 于是警方一天呢 可能要接上几十上百个认识的电话 但是警方不愿意啊 放弃任何一个可能 顺着每通电话的指向方向 开始展开调查 比如说 有一个馒头摊的老板认为 死者的长相啊 很像是经常来自己摊位上 买馒头的女顾客 有个药店的老板认为啊 死者看起来 是几年前在自己隔壁这个店里啊 干礼发 而且还曾经受到过威胁人士 虐待了小姑娘 可是以上这些可能啊 都被警方给排除了 但最终呢 被否认的线索呀 并不意味着老百姓的协助 实在添乱 因为这些普通的市民呢 本来呢 可以置身事外 但是当他们面对残忍杀人犯 也就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帮助警方找出凶手 还被害人一个公道 举个例子 一道有四个选项的选择题 即使有一个人选择了错的选项 也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任何贡献呢 因为让他做题的人知道 正确答案就在剩下的三个学项里了 而在排除掉几个错误的调查方向之后 法医带来了最新的消息 说死在街头的这个女孩 年纪比她们一开始猜测的还要小 只有不到17岁 而当她被发现的时候 她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了 12月24号凌晨呢 才有路人看到了被害人的遗体 但是她23号就已经死了 这就意味着被害人不可能啊 是被人当街打死的 也不可能是被打后自己逃到街上的 这名凶手的残忍程度啊 超过了所有人的估计 她竟然在虐打少女 并窒息死亡之后 搬运尸体丢弃在闹市街头 故意让所有人看到被害者 那警方啊 因为这个假设而背心发亮 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 这是一个新的侦察方向 因为啊 原本被认定为没有用处的监控录像 现在呢 又有了用武之地了 是的 虽然没有路灯 导致监控录像里一片黑暗 但是还是有几个瞬间 监控画面会突然亮起 那就是车辆经过的时候 想要穿过这条黑暗的街道 司机啊 必须将车灯打开 而想要把一具尸体 神不知鬼不觉的 移到闹市街头 凶手一定是开了车 警方再次调取了监控录像 总算发现 在12月24号凌晨 5点15分 也就是路人发现死者的一个小时前 一辆开着车灯的车呀 出现在了画面之中 除此之外 驾驶车辆司机还做了一件惹人怀疑的事情 那就是当他快要靠近发现死者的地点时 竟然把这个车灯给关了 整个关灯的时间呢 持续了大概1分40秒 车灯再一次亮起的时候啊 司机呢再驾驶着车辆离开了 相信老刘讲到这里 任何人都可以猜出了 这1分40秒的时间 究竟发生什么了 这个司机为了防止明亮的车灯 引人注意 故意关灯 摸着黑啊 把车里的被害人尸体拖了下来 丢弃在了街头 将几份拍摄到嫌疑人车辆的监控录像 整合之后 刑方描绘出了24号凌晨 这辆车在钉子北街的整个行动的路径 嫌疑人呢 先是把这个车开到了使馆医院 然后向着民政局的方向前进 但他呀 应该是认为呀 沿路找不到合适的抛尸地点 所以呢 又折返回来 并且在路过银行时 停了一小会儿 这说明嫌疑人呢 应该是对听自北街的周遭环境并不熟悉 所以呢 在选择抛尸地点时 才会出现这种犹豫徘徊的情况 可惜的是啊 到目前为止 虽然已经在监控录像里 找到了嫌疑人的车辆 但是之前老刘我说过了 当时监控设备并不先进呢 所以整个画面是非常模糊的 警方只能在车灯下 勉强辨认出 这应该是一辆轿车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轿车的这个车牌和具体的型号 希望之火已经出现了 尽管此刻呢 还非常渺小 警方不准备放过闲人的车辆这条线索 他们认为啊 钉子北街的监控探头 既然能够拍到这辆车 那其他地方也应该啊 会拍到这辆车的镜头 只要能够知道嫌疑人车辆在什么时间 会经过什么地方 就可以找到拍摄清晰的监控录像了 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答案 包头警方啊 做了一件让很多人疑惑不解的事 他们驾驶车辆反复的在包头和石拐之间盲返 并且计算轿车在这条路程上所耗费的时间 这条路啊 是包头到石拐的一条必经之路 当中呢 有52道弯 死者的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 暴露了犯人杀人后抛尸的转方式 监控录像中徘徊不定的车辆 暴露了犯人 绝对不可能是本地人信息 而他呀 作为一个外地人 想要到这个石拐去抛尸 就必须经过这条拥有52条弯的山路 警方啊 是不知疲倦的 在这个山路上折返奔波六次 计算出了 这个轿车通过整条山路的平均的耗时为35分钟 车子出现在丁字北极时间是凌晨5点15分 那么他从包头驶出收费站的时间大约是在4点40分 收费站也有监控探头啊 并且呢 这些监控探头啊 会非常清晰的拍摄到协议车辆与车上的驾驶人 警方呢 就重点调查了凌晨4点40分左右的监控录像 发现呢 一共有六辆轿车经过了收费站 其中一辆呢 是格外的引人注目 因为啊 这辆车的驾驶员故意把驾驶座位遮阳板给拉了下来 你说大早晨哪来太阳呢 大敌遮阳板根本就是不必要的动作 除非是这个人害怕自己的脸被监控探头拍下来 所以呢 他想着借着这个遮阳板挡住自己的脸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这种心虚的行为反而加重了他的协议 警方啊 就记录下了这辆车的信息了 一辆黑色本田雅阁车 车牌号是蒙K61436 调查车牌过后 警方发现呢 这个号码呢 应该是挂在一辆白色家里车上的 车主在接受询问时 说牌子被自己给弄丢了 刚刚查到车牌车牌就丢了 这也太巧了呀 不止如此 另一件事情啊 也比较巧 原来车牌号的主人在案发的前一天 从包头市开向了周边的瑞尔多斯市 几个小时之后 他又返回了 观看监控的民警同志啊 眼尖的在车辆返回时的监控画面上 发现了一个不正常的情况 那就是离开包头时 还空荡荡的这个车后座上 突然就多了一条花被子 警方考虑到除了车牌号被真凶盗用 夏里车主也有可能犯案 怀着不放过任何线索破案的想法 他们询问了夏里车主的老婆 确定啊 他老公的那条花被子 是抱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使用之后 才专心呢 对那辆黑色的本田雅阁展开调查 监控录像上显示 这辆黑色本田雅阁车前保险杠上 有一块地方掉了漆 估计是磕碰造成的 而且位置就在这个车牌照的右边 属于非常醒目的特征 参与暗线侦破的警察 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呀 他们立刻呀 靠着这一款醒目的标志 追寻车主 当时啊 本来这个黑色的本田雅阁车 就不罕见 光是包头市里就56辆 警方啊 一访问勘察之后 排除了这56辆车的车主 确定嫌疑人车辆来自外地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了 一旦嫌疑车辆的范围 扩展到全国 那么需要调查的车辆 将会数不胜数 为了找出这辆来自外地 曾经经过包头市的 黑色本田雅阁车 警方决定啊 调出两个月里 各个街道所有监控录像啊 逐一进行查看 两个月内包头市街道的监控录像 究竟有多少呢 在靠配这些录像时啊 光是500G的硬盘呢 警方就使用了14个 如果让一个人去看完这些录像 他得不吃不喝 不睡觉 也得花上整整五年时间才能够看完 更何况要在这车流量巨大的街道上 找出嫌疑人的车辆 对于办事院的专注力 那可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呢 在这个现场听到这个任务的警员呢 光是想想这个数字就感觉到一阵头疼啊 但是要知道这凶手的线索呀 很可能就在这14个500G的硬盘之中 只有找到这名凶手才能还给那名被虐打致死的花季少女 一个公道王 办公室里所有民警同志啊 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呀 不与儿童的做出一个决定 看 此时距离死者被发现的时间 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热闹温馨的春节即将来临了 而嫌疑人的身份 被害者的身份 依旧是个谜 办警员没有心情啊 去享受这个对于全中国人而言 都非常重要的节日 他们把那些硬盘呢 当作是特殊的这个过年的礼物 抓紧一切时间观看录像 这一看呢 就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十几名坐在屏幕前的警员 睁着这个血丝遍布的双眼 努力的在这来往的车流中的寻找一辆掉漆的黑色的本田雅各车 所有的录像被分为了两类 一类是已经看过的 一类呢 是还没有看过的 前者是越来越多 后者是越来越少了 没有人失去耐性 没有人在长时间几乎是没有回报的工作中陷入崩溃 他们接信排除掉所有错误答案之后 剩下的可能就是正确的答案了 那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啊 咱们这办民就有多辛苦了 如果两个月的监控看完之后 依旧没有找到嫌疑人的车辆 办人员呢 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继续扩大范围 大海捞针一样 追查到底啊 应该说这就是人民警察对我们老百姓的责任呢 时间来到2012年2月8号 也就是案发后第46天的中午 正在观看录像的一名女警啊 唰的一下站了下来 为什么呀 她发现了一辆和嫌疑人车辆非常相近的车呀 女警惊喜的快说不出话来了 但是她担心呢 自己是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中看花了眼 所以盯着2011年12月24号 包头市收费站 截取的嫌疑人车辆图片 反复比对时 感觉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她在急踪踪的跑去找来看录像的其他同事 大家伙围着这两张图片 谨慎的变了半天 不敢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最后给出了就是这辆车的判断 画面中黑色本田雅阁的车牌照右边啊 也有一块掉漆的地方 但是呢 此时她的车牌号啊 变成了蒙A18790 警方一查发现呢 这又是一张假牌照 她对应的那辆车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报废了 但是假车牌也能查呀 和真正主人为白色下列车车主的蒙K61436不同 带着这个蒙A18790车牌的车辆啊 留下了只属于犯罪协议人及其知情人的行动轨迹 警方遵循这些行动轨迹 调取监控录像 得到了驾驶员正面清晰的照片 经过查找 驾驶员姓许 调查之后得知 这个许某虽然是这辆黑色本田雅阁的主人 但是案发前 有人呢 出两万块钱 向他买了这辆车 买车的两个小伙子 他都认识 一个是自己的熟人张伟 另一个叫做薛玉明 是个聋哑人 张伟和薛玉明都是刑满释放日元 案发前的一天 张伟和薛玉明啊 找到居某 他说了 哎 你不是说我自己一直想卖车吗 我这边刚好有个买主啊 介绍给你啊 有了张伟做中间人 这笔交易很快就达成了 薛玉明和张伟 一起驾车离开了 而薛玉明买车 其实是受到另一个聋哑人指示 此人名叫江元鹏 得知薛玉明落网之后 江元鹏自己知道很快要被警方给逮捕了 所以啊 于2012年3月份选择自首投案了 江元鹏 托人买车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要处理一个十几岁少女的尸体啊 这个女孩啊 是在她和另外几名聋哑人的殴打下而死去的呀 被害人身份信息终于被找到了 女孩名叫翠翠 是一个河北人 警方为了确认死者身份 联系到了翠翠的父母 崩溃了母亲呢 在认识的时候 瘫倒在地呀 流着眼泪 激动的除妇着说 不是暗闺女 这不是暗闺女 好像她这么做了 死去的女孩就能复活了 与翠翠家人表示 翠翠也是个聋哑人 为了养活自己 她在2011年7月15号离开家乡 和老乡一起到天津 放制场大工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回我家了 她和家里人最后一次联系啊 是在同年的11月 江元鹏自首之后 供述了真实的情况 原来呀 她和翠翠啊 都被一个犯罪团伙给控制住了 这个团伙啊 将目标呢 锁定在聋哑人的身上 先用打工之类的谎话 就把这个聋哑人呢 骗到窝点里给关了起来 然后逼迫他们去进行盗窃 翠翠一开始呢 还默默地承受着犯罪团伙的控制 但是有一次 他在偷东西的时候被抓了 虽然很快就因为证据不足被放出来 但是这使得翠翠意识到自己绝不能再做任何违法的事了 所以呢 他表示自己不想再偷了 还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警察 但是犯罪团伙成员对这些聋哑人说 翠翠如果告诉警察 那么所有人都完蛋 你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也没有办法赚钱 还会因为翠翠告密而坐牢 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啊 控制这些聋哑人的办法 大概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打呀 比如翠翠自从16岁那年被骗出来之后 他一直被关着 只要不听话就会挨打 而且每次都是往死里打呀 怕翠翠打怕了 不敢不听他们的话呀 另一种呢 就是利用聋哑人的残疾 聋哑人呢 不方便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交流 除非呢 有专门的人的帮助 否则他们很容易就会和社会脱节呀 他们对这个社会认知 是来源于能和他们交流的人 犯罪团伙人呢 就是利用真意点 埋起事实 改变他们三观 让他们乖乖的 听自己的话 进行犯罪活动 以为自己会因为翠翠告密 而完蛋的江云鹏 也参与到殴打 翠翠的这个举动之中 他发现翠翠没气之后啊 就决定买车泡尸 衣服和鞋子 都是他帮翠翠穿的 所以呢 才会有法医在验尸时发现 没穿内衣和袜子的情况 当警方问到 江云鹏为什么 会把翠翠丢弃在闹市街头时 江云鹏用手一回答说 是因为那个地方 离医院很近 希望有人发现翠翠之后啊 能够救他 抛下翠翠之后 对石拐区并不熟悉的江云鹏 驱车呀 开进了东部的大山里 车轮陷进雪地之中 难以行驶 他只好汽车逃跑 根据江云鹏供述 警方在偏僻的山里 找到了那辆黑色的本田 雅各轿车 这些证物啊 组成完整的证据链 江云鹏作为杀害翠翠的元凶 罪则难逃 至于整个事件背后的黑手 控制龙亚人的犯罪团伙 头目总共四人 分别是张国文 杜国芳 秦转青和朱明明 他们用这个诱骗威胁的方式 将龙亚人序列成窃贼 然后带着这些龙亚人 在全国流窜作案 翠翠这个案件发生时 他们刚好在包头短暂停留 然而法网恢恢恢 输而不漏 犯罪 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